林丰眠,广东梅州西洋人,他是中国美术学院首任院长和中央美术学院第二任院长。 林丰眠艺术大师是我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奠基者,因此他被称为中国现代美术先驱,美术教育家,理论家。 林丰眠先生的故居位于广东省梅州公岭村,故居起名敦玉居,他是一座玄山式的客家传统四合院民居,始建于清代,距今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。